我们认为 他看出你的政府里面 有些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我们并不确定 而且无法确定 究竟用什么办法 才能使情况变得更好 或者更糟 换句话说 心理史学告诉你们的 只是你们没有心理史学 也会知道的事 而就在这上面 政府投资了数不尽的信用点 心理史学终将告诉我们 好些没有他就无法知晓的事 到了那个时候 这项投资 就会回收许多许多倍的报酬 那个时候 还要多久才会来到呢 我希望不会太久 过去几年间 我们有了令人相当满意的进展 田纳尔 再度用指甲敲打着桌面 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 现在就告诉我些 有帮助和有用的结论 谢顿考虑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可以为您 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 但是 需要时间 当然需要时间 几天 几个月 几年 结果是永远写不出来 你把我 当成傻瓜吗 不 当然没有 将军 然而 我也不想被当成傻瓜 今天 我能告诉您一点 我本人愿意负全责的事 它是我在心理史学研究中看出来的 但我可能对它做了错误的权势 不过 既然您坚持 我坚持 您刚才提到了 税务问题 您说 加税 有困难 不用说 这种事 一向困难 任何政府 想要运作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聚集财富 政府获得这些信用点的方法 只有两种 第一 接着劫略林邦 第二 劝导自己的公民 心甘情愿而和平地 较出这些信用点 既然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银河帝国 而它 已经以适当的方式运作了好几千年 我们就没有可能 劫略林邦 只有镇压偶发的叛乱是例外 这种事不常发生 不足以支持一个政府 即使足以支持 这种政府也会太不稳定 无论如何 不会持续太久 谢顿 谢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又继续说道 因此 筹集信用点的方法 必须是 请求公民将其财富的一部分 交给政府使用 由于政府 因而得以有效的运作 公民想必宁愿以这种方式 花费信用点 也不愿人人私藏那些财产 却活在一个危险且混乱的 无政府的状态 然而 尽管这个要求 是合理的 公民靠缴税 维持一个稳定 且有效的政府 日子就会过得更好 他们却不会情愿这样做 为了消除这种心态 政府必须做得 好像没有拿走太多的信用点 而且 考虑到了 每位公民的权利 和利益 换句话说 他们必须减少低收入者的 缴付百分比 必须在估税之前 减去各种扣除额 此外 不一而足 时间一长 随着各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的各个行政区 以及各个经济体系 全部要求和争取特别待遇 税务必然变得越来越复杂 结果便是 政府的集中部门规模越来越大 组织越来越庞杂 而逐渐变得难以控制 普通公民 无法了解为何要缴税 要缴多少税 哪些可以减免 又有哪些不行 就连政府和税务机关本身 常常也是一头雾水 此外 税收中 必定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 被用来运作过度精细的税务机关 诸如保存记录 追查漏税 所以说 可用于建设性用途的信用点 越来越少 而我们却束手无策 到了最后 税务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并会极其不满和叛乱 历史书喜欢将这些事情 归咎于贪婪的商人 腐化的政客 凶残的战士 野心的总督 但他们都只是个人 他们只是利用税务膨胀 趁火打结 你是在告诉我 我们的税制 过于复杂了吗 将军粗声问道 谢顿说道 假使不是 那么 据我所知 它就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 倘若心理史学只告诉我一件必然的事 那就是 水率的膨胀 那我们 要怎么办呢 这一点 我无法告诉您 我说希望准备一份报告 就是打算讨论这个问题 但正如您所说 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准备好 别管什么报告了 水质 过于复杂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有可能是这样 谢顿 尽身的大道 想要纠正 就必须 让水质 变得简单些 事实上 是要 尽可能的 简单 这我 还得研究 废话 极度复杂的反面 就是极度简单 我不需要什么报告 来告诉我 您说的有理 将军 这个时候 将军突然抬起了头来 仿佛有人在叫他 其实 是真的有人在叫他 他紧紧的握起双拳 与此同时 厄拉尔上校与夺子 凡纳比利的全息影像 突然 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蝎顿吓呆了 惊叫道 躲死 你在这里干什么 将军 什么也没说 但他的两道眉 皱成了一条 将军 将军当天晚上 很不好过 而由于忧心忡忡 上校同样不好过 这时 他们面面相去 两个人 都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将军说道 再说一遍 这个女人 干了什么 厄拉尔 似乎双肩 承受着千金的重担 他就是狐女 他们就是这样 叫他的 可以说 他似乎 不像个人 他是某种 受过飞人训练的运动员 充满了自信 而且 将军 他 相当的吓人 他把你吓着了 一个女人 让我告诉您 他究竟做了什么 再让我告诉您 有关他的几件事 我不晓得那些故事 都有多真实 但昨天傍晚发生的事 是千真万确的 他又把经过 讲述了一遍 将军一面停 一面鼓起了腮帮子 很糟啊 很糟 我们要怎么办 我认为 我们眼前的路 很清楚 我们 要得到心理嗜血 是的 要得到 谢顿告诉我 写有关水质的事 但别管了 那和现在的问题 毫不相干 说下去 厄拉尔 由于心事重重 竟让脸上 显出一点 不耐烦的表情 他继续说道 正如我所说 我们要的是 没有谢顿的 心理嗜血 无论如何 他已经是个 不中用的人 我越是研究他 就越觉得 他是个活在过去的 老迈学者 他有将近 三十年的时间 来完成 心理嗜血 结果他失败了 如果他下台 换个新人掌斗 心理嗜血的进展 也许会更迅速 没错 我同意 那个女人 又怎么样 好 您问对了 我们尚未将她 列入考虑 因为她 一直小心地 躲在幕后 但我现在 有个强烈的感觉 只要那个女人 还活着 想要悄悄地 除掉谢顿 不将政府牵连在内 将会是一件困难的 甚至不可能的事 如果他认为我们伤害了他的男人 你真的相信 他会把你我 多成肉酱吗 将军的嘴巴 扯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 我真的认为他会 而且他还会发起一场叛乱 会像他承诺的一模一样 你成了懦夫 将军 拜托 我在仕途讲理 我并没有退缩 我们 必须解决这个胡女 她若有所思地蹲着蹲 接着说道 事实上 我的情报来源 告诉过我这一点 我承认 对这方面 太大意了 那你认为 怎样才能除掉他呢 我不知道 但 也许有人 人知道 谢顿当天晚上 同样很不好过 新的一天 也没有带来什么新气象 谢顿不常对多次生气 可是这一次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说道 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 我们统统住进穷远旅馆 还不够吗 光是那样做 就足以让一个 妄想成性的统治者 疑心是某种阴谋 怎么会呢 我们手无寸铁哈利 那是个节庆活动 是你的庆生会的 最后的一个节目 我们没有摆出任何威胁的架势 没错 没错 但是你又进行了 撕闯御软的计划 那是不可原谅的事 我早就特别嘱咐 而且三番两次的声明 我不要你到那里去 你却还是活速地跑到了皇宫 阻挠我和将军的会谈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你该知道 跟你的安全比起来 你的愿望 和你的命令 和你的计划 都排在第二位 我首要关切的是 你的安全 我没有危险 我不能随随便便地 做出这种假设 过去 两度有人试图取你的性命 你为何认为 不会有第三次呢 那两次行刺 发生在我当首相的时候 那时 我也许值得杀害 现在 谁会想要杀害一个 年迈的数学家呢 那正是我要查出来的 也正是我要阻止的 首先 我必须去找 谢顿计划的成员 问些问题 不行 你只会让我的手下 个个人心惶惶 别去打扰他们 那正是我无法做到的 哈利 我的工作是 保护你 过去二十八年来 我一直在那样做 现在 你不能阻止我 从多四激昂的目光中 透出了一项 明白的讯息 无论谢顿的愿望 或命令是什么 多四都打算 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谢顿的安全 我能打扰你一下吗 于果 当然可以 多四 于果 阿玛瑞尔堆满笑容说 你永远不会打扰我 我能为你 做些什么吗 我试图查清几件事 于果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帮我 只要我做得到 你们这个计划中 有个叫做 圆光体的玩意儿 我不时会听到这个名字 哈利常提到它 所以我想 我该知道 它启动时像什么样子 但我从未真正看过 它的操作 我希望能看看 如果 显得有些为难 实际上 圆光体 可以说是计划中 管制最严的一环 而你 不在有权使用的 成员名单上